超市 琳琅满目的货架 有不同的水 不同的牌子 我们去怎么样去判断 怎么样的水才是健康的呢 去选水的时候 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 一定要看标签 要看它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看它的水源地 就是你这个水是在哪里生产的 比如说 我这个水生产地 比如说是广州市中心 这个环市 那么你这个 你就知道 它肯定是以自来水为水源来生产的 或者它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是我打的地下水 那么这个地下水 水是怎么样 你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另一方面 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看它水源地 它这个地区 是不是一些 就是说 没有人的地方 或者是 这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自然保护区 这些地方 我们去选择它 所以黄俊你平时去到卖水 你不要只看别人的牌子才可以 不只是选择 有时候我选择 我不选择贵 我只选择 你要看产地 那种水是属于一种什么级别 还有我们就是家里不用那种 直饮水的饮水机啊 怎样水 那又是什么级别的呢 小区的自动收入机 跟那个直饮水 它是一个等级的 只不过是 一个是供到家里了 一个是你要自己去打水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它的主要的水源 它是以自来水为水源 然后对自来水进行二次加工 它生产的水呢 我们都叫它软水 所谓软水就是水中间的矿子含量非常低 所以这种水呢 从安全角度来讲 它比自来水的安全性要高了一些 但是呢 它水中间的矿子很低 也相当于你在喝纯净水 就是喝就喝不坏理而已 问题就是健不健康 大件事了 我家里也装了这个过滤水机 你也装了过滤水机 对啊 因为我从来都认为 水是越清纯越干净越好的 而且真的说真的 我在家里装了这个过滤水机之后 出来的水 你如果闻回普通的自来水 对比之下呢 味道会有很大不同的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呢 为什么我平时的自来水会有这些味道呢 因为我们自来水在处理的过程中间呢 它要往里头加滤 消毒 所以它要消毒 这个是保证我们防止流行性传染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它必须要有的 所以这个有这个滤呢 它就有味道 那如果喝滤进肚子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滤气本身它是无毒无害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吸它 你可能会中毒 喝进去是没有影响的 喝进去是没有影响的 已经有个凉在了 应该是 那么有些人说过 他说煮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那个滤去掉 挥发掉 对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 有一定道理 它能够去掉一部分 能够去掉一部分 那么大概煮多久它才能去掉呢 那就要看当地的这个自来水用什么滤来消毒 因为比如说你是用滤气消毒啊 还是用叫漂白粉赤绿酸钠消毒 还是用什么东西 滤胺消毒 那么不同的这个东西呢 它的挥发性是不一样的 嗯 看来喝水真的很有学问 我们除了要知道如何去选择一瓶好的水之外 还要知道怎样样的方式去喝水是最健康的 没错了 马上就有我们的健康问题考考你 第一题就是喝水方法是判断题 嗯 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 应该吵但是颈吼的时候 颈吼的时候当然是要喝的了 但是应该是不颈吼的时候就要开始喝的了 我知道 对不对 对不对 呃不完全对 嗯 因为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口渴的时候 已经是身体已经缺水了 所以应该是我们在喝水的时候 应该是说就是小口蔓饮 就是没事的时候喝一咳 如果你口渴的时候 如果说你主要是我们要看你缺水不缺水主要是一个是看体重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称体重对吧 嗯 那么再一个就看尿液的颜色 如果尿液颜色比较黄 那这个时候你不是一杯水就能解决的 要喝多少杯 至少就是说比如尿液有一点点黄 那你就赶紧就是喝一瓶500毫升 如果已经深黄色了 你至少要上医院去打点滴了 哇 不是吧 那这个有这个有个问题啊 你刚才说尿液有一点点黄就要马上就要喝水 就正常尿液的颜色应该是很淡的 对应该是很淡的 透明吧 哦 哦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就是我们当我们感觉到 就嘴巴有点没有吐沫了 有点干了 黏了 这个时候呢你一般脱水会脱到百分之二了 哦 哇 我觉得我现在只有百分之二了 我现在非常肝 我现在非常肝 不如导演提一提我真的要喝水 好 看看第二题 B 天冷的时候喝50度以上的热水 什么概念呢 杨本大哥 60度摸下去就辣手了 那50度就勉勉强摸得到 我在考虑 因为我自己喝可能会喝热一点的水 因为要再热一点 辣口的 对 辣到里面会被水泡的 那会会暖一点 特别你在出外做事的时候 就是冻 其实你如果喝得到50度 你喝得到口的呢 50度差不多了 你60度你一定喝不到 那可以了,那就对了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实际上水的口感就是白水的口感 最好的时候是14度 14度的时候口感是最好的 但是你在冬天的时候 你尽量稍微喝得热一点 一般我们的温度 就是我们身体的温度36度 那我们一般喝到30度以上就可以了 好,先看看第三题 第三题 隔夜水煮滚来喝 这个很错 这个很错 我妈说倒了它 不能喝水 你才知道什么 她说隔夜水煮完一次之后 然后… 怎样 它已经没有了抗氧质 还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妈妈这样教我 这件事我有研究的 你也有研究的 你也有研究的 我非你是我妈 就是有些纯正的水 其实刚才听教授说之后 更加可以明确这件事 水本身有些绿 是抗菌的,对吗 当你煮过水之后 它已经没有了 这个水容易有菌 而有菌的水隔夜之后 你再煮回它 更加多菌 里面就会有一些 亚硝酸鈉的含量 所以对身体肯定不太好 懂得亚硝酸鈉 很厉害 我妈都说过是亚硝酸鈉 不是药硝酸鈉 就是如果说我们水里头 如果说这个硝酸鈴含量 比较高的话 你在反复煮的时候 亚硝酸鈴会增加 但不一定是 八何何何何啊 亚硝酸鈴 我都不记得 亚硝酸鈴 亚硝酸鈴 亚硝酸鈴它是一方面 还有比如说我水里头有铅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 特别是自来水 水里头可能有些消毒的副产物 它经过反复煮开后 它的含量都是增加的 我们问一问你 赵教授 大家都很关心 经常说每一天我们喝八杯水 究竟八杯水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八杯水是科不科学的呢 从中国居民善食指南中间的要求 是一天是八杯水 八杯水一杯水是两百毫升 就是说一天是一千六百毫升 一千六百毫升就是维持我们 正常的人体的生理功能 所需要的最基础量 但如果说我们在南方地区 天气比较炎热 这个大家在外头又有活动 比如说你的脑力劳动 你的体力劳动都算在里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八杯水是不够的 所以应该是说 喝到两千毫升以上 才能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 曾经有人说过 老人家在睡觉前 或者起床之后都要喝杯水 或者睡觉半夜起床 要喝一杯水 这样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一种生活习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在睡觉前的时候 至少在睡觉前半个多小时的时候 大家适当地补上两百毫升的水 然后半个小时以后 大家方便完了以后 可以去睡觉 那么对身体的水分的补充 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那么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长时间的睡觉以后呢 人体的水分的散发也是很厉害的 比如说在我们有空调的情况下 从皮肤散发的水分是非常多的 所以早上起来以后 特别是老人 早上起来的时候赶紧先补水 这样会防止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除了说睡觉前和醒了之后喝一杯水 那么你也有一个疑惑 就是平时吃饭 究竟应该是饭前喝水 还是饭后喝水呢 或者饭前饭后都喝水呢 应该是饭前喝水 因为饭前喝水呢 有一个就是我们饿的 就是我们在饭前的时候 感觉到肚子特别饿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说喝点水 把这个胃扩充扩充 那你的饥饿感就减少了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想 不要吃太多 如果想减肥的话 你就在饭前喝一点水 水是生命之余 正常情况下 每人每日应该补充1600毫升水 天气炎热的时候 要补充2000毫升 才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水分 所以平时就不要等到颈渴才喝水 老人在临睡前和起床之后 各喝一杯水 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接着进入健康知识考考你的环节 请判断以下补水方法 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我觉得只有C是错的 因为运动之后缺少电解质 一定要喝淡盐水 或者有矿物质的补充 身体浪水 即再喝纯淨水 其实不能补充 就是越冲越淡 对 A、B、D是对的 A、B、D是对的 我觉得B、C是错的 A、D、E 好像没有东西 另外运动之后 补充淨水 我也没有这个习惯 我这么喜欢喝淡淨水的人 但做完运动 也喜欢喝甜的东西 至少有味或有什么 对 既然能喝下去 另外觉得喝完之后 真的会有点力气 其实我们这条题 最主要说出一件事 就是说 在什么环境下 在什么情况下 是容易造成脱水 是需要补水的 是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比如洗澡 刚才说第一个问题 比如洗澡 洗澡前 你要喝一点水 然后如果说 我们在洗沙拿的时候 人也特别容易脱水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适当在 洗的过程中 你可以适当地补一点 然后你洗完以后 也要补一点 高热的情况下头 脱水的情况下头 你要适当地 要进行补水 这是一个 那么运动 运动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 在运动前半个小时 你补上200毫升的这个水 在运动中 每15分钟呢 就是如果说 我是在长跑 在长跑的话 我每15分钟 我稍微地喝一口到两口水 就喝一两口水 你喝多了以后 可能对你的运动有些影响 那你就喝一两口水 大家都知道不知道 就是这个马拉松运动员 每半个小时 他都要求运动员喝水 喝完以后 他还要拿水在头上淋 他就是为了降温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运动后要补一些水 特别是高运动量的人群 在运动后 一定要补一些电解制水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汗 大量的出汗 水里头的钠 钾 还有些糖 都大量的流失 所以运动后 一定要补一些 这个相当于 运动饮料式的这种水 要把这个水量要补够 要补足 这是在运动后 那么还有一个 在我们学生 在活动的时候 因为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学生在课外活动 一天的蓄水量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 学生是4.5升 这个4.5升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的喝汤 喝汤 什么粥 喝茶 喝水 都包括在里头 就是每天的 总的水量是4.5升 但是呢 饮料不能代替饮水 再一个呢 就是说刚才我说到 就是说喝 就像这个帅哥讲的 他认为这个喝茶 喝咖啡本身就是水 但实际上浓茶和咖啡里头呢 它主要是含有这个咖啡因 咖啡因是非常好的利尿剂 它会使得就是你喝进去的水 它的排出的量 比你喝的还要多 所以你当你满足你口语的时候呢 你适当地再补些水 原来补水都是大有学问的 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 人体容易脱水 要及时补水 运动前半个钟 应该补充200毫升水 运动中每15分钟 要喝一两口水 学生在室外活动时 要喝4.5升水 喝农茶、咖啡都要及时补水 接着再来考考大家 水里面含的哪些微量元素 对人体健康有好处呢 A、C、B、元 C、那、D、尾 E、身、F、刀 实际上这个里头 最有害的就是这个 究竟哪些微量元素对人体比较有益呢? 用铁壶煮水 可不可以补充铁质呢? 自来水、纯正水、抗泉水 哪一种水更加适合用来冲茶呢? 下一节回来 赵教授会和大家说 如何科学正确喝水 千万不要走开 今天这时候 收拾 莫菇相信每位女士 都應該擁有自己的理想肌膚 馬上就實 SAY 全身棉之理想新肌精華 創生複合因子 深入激活肌膚自身生護力 对抗内外环境影响 身心换眼 俊愿西里油滑 润泽透亮 浑静肤色 我终于拥有理想新机 全新未知理想新机精华 利临尊贵即享多重好礼 未知 I miss you Cause you know that I miss you Yeah Cause you know that I miss you Thank you 买炸鸡套餐 送苹果气泡果汁饮料 旅行不只是走走看看 那几天热情也不停步 因为我有超吸收的防漏保护 金氏升级 护书宝超静眠 日本原创表层 超柔软 两倍速吸 倒转也能吸 不怕漏 让你一世爱上 超软抄吸 不怕漏 升级护书宝超静眠 牙齐又出血 不用担心 杰杰杰市全球口腔研究院 过百位口腔护理专家 近千个临床和消费者试验 研制出杰杰市健康专家 全优七效牙膏 根源护银 减少出血 哇 牙齐出血小了 百分之九十六 试用者见证 专家护理 专业护银 佳杰市健康专家 健康小开怀 美来医学美肤区斑 对症治疗 逐层击破 区斑 谨肤 恢复肌肌年轻 健康静白 专业医师团队信心保证 美来医学美容 益力多 令长度更有活力 斐 斐 没错 我们很强意 瘀酸菌 瘀酸菌 斐 斐 长度健康 益力多菌 益力多菌 斐 斐 前生为孙 活着到达长度 活着到达长度 获得保健食品批号 获得保健食品批号 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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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长度 就交给我了 益力多菌 活着到达长度 你今天喝酒了吗 我是有害菌 实际上这个里头 最有害的就是这个B 铅 铅 如果我们喝水 我们的饮用水中间 铅如果为0的话 或者趋向于0的话 这个水喝起来 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我们的孩子 如果说 一个孩子喝铅 比如说10个mL克 就是国标 达到国标的最高线的水 和喝没有铅的水 那么他的智商会 就是说 喝高的铅和喝低的铅 智商会差10% 很重要 所以这个铅是最有害的 再一个就是酸 酸呢 它也是属于有毒元素 它如果说多了以后 就容易得那个 就是我们说那个癌症啊 还有这个 深的这个含量 比如说是 国标是0.01嘛 如果说你喝到 0.004 就是一半的时候 都会引发这个 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所以这两个是最毒的 刀呢 是属于氢的同位素 就是相当于重水 就是说如果说 你喝了这个重水以后呢 它进入到身体以后 它很难再排出去 也就是说 它把你的这个 本来我是喝的是HLO 是氢水 那么我喝这个氢水呢 它可以代谢 那这个刀呢 如果说你长期喝这个高刀水 这个刀就会在身体里头 存留下来 它就也会引发癌症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尽量要喝这个 刀含量比较低的水 因为都知道重水会致癌嘛 那那个丝呢 丝呢 是不属于我们必须的营养素 它属于在病理性的 就是说当我们有了心脏病了 或者有了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丝可以缓解一些心脏病的风险 它是这个 但是它不是营养素 嗯 那我想剩下的那个 钠和尾 应该就是好东西 应该是需要的 应该是必需品来的 这个钠呢 在标准中间 它含量是比较高的 我们一般的国标中间 钠含量要小于200 但是作为一些婴儿 还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 比如说像这个艾滋病 这些免疫性疾病的人 它的钠含量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就是钠含量一定要控制在20毫克 就是每升水20毫克以下 特别是有肾病的人 它这个钠要特别要控制 不能过高 而且从现在研究来看的话 钠如果说每天射度量过高 它会也会引起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挑选水的时候 我们先要看这个钠 不能太高 一般来讲 作为正常人的云水 一般控制在60毫克以下 实际上在水中间的 营养素中间的 得到认可的 实际上是钙和铭 比如说钙和铭 水中间的钙和铭 可以它的吸收率 跟牛奶的吸收率是相似的 就是说我们每天喝奶 是一般喝250毫升 但是水我们每天是要喝好几升的 所以它这个量 虽然比牛奶的要低 但是你每天喝的量大 所以它可以有效地补充钙 如果说你喝的水 钙含量比较高 你就可以少吃点钙片 也是一样的 而且从目前研究来看的话 水中间的钙煤离子 可以有效地减少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好了 刚刚我们就听了赵教授和我们讲 如何去科学这样饮水 以及如何科学这样补水 好,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健康达人 看问题 洪哥是一位外茶之人 每天固定要喝三种茶 上午喝绿茶, 下午喝乌龙 到了晚上要喝泡尼 在家最经常就是用自来水 来冲茶喝 是, 表嬸, 你好 你好 是, 表叔 知道了, 快乐 知道了, 快乐 琴下气, 拿点东西过来 要的 表叔, 你现在还用这种瓦壶吗 是呀, 我用这种瓦缘了几十年了 对呀, 现在流行用那种三铁做的铁壶离 是, 冲茶喝 补充铁元素 还可以令茶的口感更香滑 下次我带一张铁壶给你 是, 给什么壶你都没用了 这么美的壶没用 你也要拿潮流水来煮 煮一下是这样烤来喝 我都叫你买过滤器 过什么滤器 过几千元的过滤器 我不如直接喝桶档水 桶档水, 不知道喝多少百万呢 说实话, 桶档水始终有安全品 最好就是喝那种雪山矿泉水 是贵的 为了健康, 贵一点也要 哦, 这样吗 侄仔的一番建议 令红哥头都大了, 更加难选择 请问过滤自来水、直饮水 用铁壶煮的桶档水 雪山矿泉水 哪种水更加适合用来冲茶呢 喝茶呢 一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语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还要 它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所以呢, 就是说 你用这个自来水来漆的话 因为自来水里头 我们都是用氯来消毒的 所以氯呢 对茶叶的这个 抗氧化性 它是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因为它是氧化剂 它有很大的破坏性 所以呢 一般来讲的话 最好是选择一些矿泉水 矿泉水漆茶呢 从色泽上来讲的话 可能会稍微深一点 但是呢, 它耐泡 就是说它可以泡好几泡 它还有味道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呢 矿泉水呢 可以有效地提高水的 就是茶叶的抗氧化性 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那么铁壶煮的水 不管是桶档水也好 什么水也好 是不是铁壶煮就特别好的 这个铁它是不可能吸收的 因为这个铁壶的水 我们属于三架铁 三架铁在水里头 是不能被人体所吸收 刚刚听到赵教授这么说 看来用雪山矿泉水来冲茶 就是very good的 但问题就是 我们用雪山矿泉水来煮滚了之后 发现那个湖底 好像是有少少白色的沉淀 所以我都很好奇 究竟可不可以煮滚来喝 可不可以煮滚来喝 那我再问赵教授才行 有些水比较寒的矿物质比较高的 水里头白色沉淀 它主要是钙铭离子 钙铭离子出现沉淀 实际上我去欧洲的时候 它有一个过滤网 它把它稍微过滤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钙铭离子对人体是有益的 它不是有害的 所以一定要专家出场就是这样的作用 大家一直以为 雪山矿泉水不能用煮滚来沖茶 其实这个说法就是不科学的 你想没了它很简单 隔一隔它就可以了 好,接着我们继续健康大人看问题 红哥和平姨每天都要照顾孙 对孙仔一直宠爱有加 今天带孙仔去广场玩 由于天气太热 结果孙仔玩得一身汗 谢谢 我看我的好盒喝水 你喝水吗?有 喝点水吧 这是什么? 柠檬水 喝柠檬水这么小 对牙齿不好 你也不能喝 让孙仔喝怎么搞错 红哥认为 柠檬水不适合老人、小孩喝 于是就去超市买了 纯正水、功能饮料 以及雪山矿泉水 让孙仔自己选择 请问 纯正水、功能饮料、雪山矿泉水 哪些水不适合老人、小孩喝用呢 功能饮料一定不适合老人家和小孩 一个太小,一个太老了 我觉得他们吸收不了或者用不了 我觉得真的不适合 我觉得是 你试试叫老人家喝罐的 其实你觉得最合他们喝的是什么水 纯正水 我真的觉得纯正水是最安全的 抗泉水呢 抗泉水又是喝得多山石 然后还有一股味 真的,我爺爺就不喝了 看来,赵教授 我们的嘉宾一提到老人家和小孩 他们都觉得纯正水是最合他们喝的 不知道你怎么看 纯正水对于老人孩子是不适合的 诶 怎么会这样子 这烦你还不适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水里头,尤其是小孩 如果是喝纯正水的话 第一呢,不利于他的生长发育 第二个呢,就是对他的消化吸收有影响 诶,我马上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现在呢,很多那个新任的妈妈 对 就很关心究竟用什么水来给宾宾充奶呢 就我认识一个人啊 他就一直,孩子一出生就觉得 给他最好的生活 就给那个矿泉水 雪山矿泉水给他充奶 这样科学吗 从选择要是给孩子充奶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呢,选择这个水的口感一定要特别好 不能有任何异味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选择 第二个,水的安全性是最重要的 因为孩子呢,他在十岁以前 他的这个肾脏 他的很多功能,他是不完全的 所以这个水里头 如果说你有一定的污染物的话 对孩子的身体都会有很多的影响 那你建议用什么水来充奶 最好的还是矿泉水 矿泉水,雪山矿泉水 对,如果说你要选择雪山矿泉水的话 他的安全性最高 水中间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呢 比较适中 那么如果好像我们智仔那样 很坚持的 我就是要喝纯净水 喝蒸柳水 虽然你说里面是没有太多的营养物质 但应该又喝不坏人的,对不对 长期喝下去 其实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应该不好的 不一定的,要问教授 喝纯净水和蒸柳水 从目前研究来看的话 他对这个心脑血管病 对这个肠壁的完整性 对于我们血管的这个完整性 它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呢,就长期喝 肯定是不适合的 就能不能在其他的那个食物里面 也补充回来 从营养素的补充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喝纯净水 你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些 比如说钙米片 或者一些含有微量元素的一些物质 来进行补充 从营养素这个角度 听到赵教授说了之后 看来这个雪山矿泉水 当然大家是在一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选这种水是比较安全和健康的 最有全面的健康的标准在里面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来 我们怎样才可以选到 真真正正的雪山矿泉水呢 有一个小实验可以教给大家 怎样去判断的 我们都知道在高原地区灌水的时候 一定要灌满 如果说你这个水灌不满的话 它肯定到了内陆地区以后 它平日就会变 这是一方面 一般我们内陆地区的水 一般灌都是灌不满的 所以这个呢 它是有特殊的要求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拿了这一瓶水 那我把它盖子盖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我把它盖子开开 你们看看它这个水就会洒出来 所以我们在开瓶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是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 所谓的雪山矿泉水 真的是鱼龙混习的 所以大家可以学一学 这个小提示小方法的话 开盖 是的 就可以判断到 哪些才是真真正正的雪山矿泉水 是的 这个时候有请赵教授和我们总结一下 喝水呢 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呢 息息相关的 我们每天的这个喝水量一定要够 不要等了渴了再喝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一定要选择好水来喝 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后代 对我们 对我们的社会都是有很好的贡献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一定要科学喝水 不要被一些其他的一些宣传给误导了 所以我们叫科学的饮水 对了 我们听完接下来所说了 我想我们也有一定的知识 一定的了解了 那到底我们生活上还可以如何更进一步呢 我想要不断留意我们的健康100分 没错了 总结一句话就是 水的质量决定生命的质量 没错 如果大家想观看我们今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的话 你也可以上我们的广视网 3个www.gztv.com来怎么收睇 健康100分,健康生活更繁分 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